总统蔡英文10月底将首访南太平洋友邦 这是访问团成员 除了总统府与外交部人员 圆明会也在其中 而主委一将把洛尔更是一同随行 而此行原民会角色至关重要 一将把洛尔特别提到 上个月索罗门群岛外兵到原民会拜会时 双方互动相当良好 接见他们的时候 我们特别从一到十的数字 那一到十里面几乎有五个单字是一样的 这次参访我想 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群群之理 事实上是让我们的整个语言的 这些特征还有文化的特征 再次把它连结起来 学者提出过去外交工作上的经验 只由外交部来做 却经常导致事倍公办 强调目前台湾有许多人类学家 到过南太平洋岛国 累积不少庭野调查 可以妥善利用由下而上的力量 来规划实质外交策略 每一个岛国基本上都有散布 我们人类学家的足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这就是代表说底层建筑非常的稳固 那另外一个层次的概念就是 做外交工作绝对不是只有外交部来做而已 事实上是应该国内的所有各个相关部会 一起共同来合作 而南岛民族论坛过去在2008年成立之后 经过政党轮替后停摆 是否有可能重启 一降把落指出明年预算有编列论坛费用 也希望建立跟南岛民族间定期合作交流的具体机制 朝野各种党都希望我们重启这个南岛论坛的这个常设机构 所以我们明年的议算 明年的议算其实已经编列了这个筹备的这个论坛的这个费用 这是我们未来要持续推动的地方 以汉民族的这种所谓的观点角度 然后去跟南太岛国进行交流合作的话 常常会落入一个所谓的利益考量 但是如果是一个以文化 就是南岛文化去进行交流的话 那我们要思考的是说 他们是一个母系社会 我们原住民族也是一个母系社会 我们怎么去尊重这整个部落文化 或者是说尊重这整个当地岛国的文化 学者强调要能真正看见并尊重岛国 岛民的主体性 了解太平洋南岛羽族的族群文化 记得喜国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